103-95 没有冷门发生 完全体的辽宁队的确厉害 击败北京队复仇成功 找回首回合的场子 这场比赛前三节很胶着 双方你来我往 互不相让 谁也无法将比分拉开 非常激烈 郭艾伦个人无解 三节就拿到了30分 比对方的两个外援加起来还有多 但即使如此 依旧拉不开比分 因为对方有骑兵 朱燕熙站了出来 用四季三分球将比分咬住 但是来到第四节 当朱燕熙投不进三分的时候 而辽宁队这边有骑兵的时候 北京队就顶不住了 从明晨成为了改变 这场比赛走向的X因素 三分球弹无虚发 比朱燕熙还猛 帮助球队将分差拉开到两位数 杨明很高兴 在场边很激动的为其欢呼呐喊 打得好呀 当然北京队没有放弃 在雅尼斯被驱逐的情况下 林书豪带队放手一搏 将分差缩小到个位数 让比赛的悬念保持着 最后两分钟 辽宁队97比90 领先北京队7分 辽宁队虽然进攻效率不高 但是篮板球抢得好 大寒至霸篮下 北京队浪费机会是要被惩罚的 郭艾伦突破上篮完成终结 全场欢呼起来 北京队的双塔形同虚设 两人竟然抢不过一个寒德军 竖得不冤枉 毫无疑问 郭艾伦当选了本场的MVP 全场的发挥都很稳定高效 关键时刻更是有亮眼的表现 玩爆林书豪和吉布森 无愧本土第一后卫 实至名归 太强大了 去拿下本赛季的得分王和MVP吧 此一出场43分钟 22投13中 3分球6中5 得到36分9版8注2段的全面数据 当然除了郭艾伦 其他球员也发挥的不错 一场团队的胜利 同时还要称赞一下主教练杨明 本赛季真是进步明显 赛前的安排 首发的布置 临场的暂停和换人 都比上赛季要出色 本场最令人佩服的是杨明敢用人 第四节换上 从明成和吴昌泽 真是神来一笔 太厉害了 又帅又能打 杨明未来可期 再说说北京队这边 打得也不错 奈何实力有差距 或许可以抵抗36分 但是要保持48分钟的高强度对抗 就比较有难度了 朱燕熙和范子明 是队内发挥的最好的球员 前者的进攻 后者的防守 都给辽兰制造很大的麻烦 而林书豪虽然上半场表现不佳 但是下半场的发挥还是可以的 渐入佳境 越打越好 可惜状态来得有点晚 如果林书豪早点找到节奏 北京队上半场绝对是领先 下半场也不会那么被动 可惜了 还会不温暄 我一人战